這裡的火水 這裡的火水 民徒萬棋 帶你走入越南 火蘭 火蘭 白螺絲 立桃園 拉脫維 愛沙尼亞 يفson 還有 俄羅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道曼妮 继续带你 新美洞 心意愿 回到第二节 正论 刚刚上一节就出了一张照片 那为什么会用它 再转回香港的时事政治 尤其是散口的情况呢 我想说的就是 其实上一张照片就是想说 很多东西我们都无人为力的 我们发觉是对于任何世界的大使 或者我们香港人对于香港的政治 无人为力的 但正正就是这样 可能引发了社运的低潮 散散会抑鬱 但我再想再一步解释这个情况 就是我想说一个很著名的 golden circle 的理论 这个理论主要是在销售 销售的情况 或者管理的情况 就是我们人性 这个人也是的 不是说你做错了什么 或者你怎样能力高低 一定那个思考的程序 一定是最核心的那个是why 我们做每一件事都是问why 然后还有how 怎么做 最后才是what去做些什么 这个golden circle 理论呢 我只要是听一位外国的很著名叫 Simon Snack 他有几个Ted Talk 是专讲golden circle 非常值得去参考 他还提及过有马丁努德金 这个好好的理智 这个golden circle不是政治 在销售和管理上 政治都可以 怎样是马丁努德金 马丁努德金当年他去带领社运 黑人的运动 他正正是选择了这个golden circle 刚才他在核心的why着手 去鼓动人心 他怎样去大家去参与呢 why I have a dream I believe I believe 这样就是一个很好的道德的感召 一个很好的愿景去做一个 黑人的平权的运动 最后就有各种的社运的手段 最后就达到一个黑人平权 之后的过程也比较熟一点 他就是透过这样去鼓动到一个社运 而其实这个golden circle 在香港的社运界的人 其实不是不懂得用的 他们都用得非常純熟的 但为什么这个golden circle 看到的就是这个golden circle 那个pattern的方法 是近几年失灵的 直接导致散后抑鬱遇上的低潮 就是因为我们以往 我们用golden circle去鼓动人 我们要推翻政策 平反六四 争取民主 以前振振有钱 我们真的觉得难 但也有机会的 我们可能去做某个政策 反高铁 然后什么反23条游行 下台 我们正正从worldly的出发 而社运的领袖 都是正正根据golden circle 每一步去鼓动人心 讲一个议题y 然后透过游行之类 最后就可能达到 怎么办 可能它的y会渗透到 一些道德的感召 两知的召唤 这些全是它在y 而正正解释到 为什么我们会 每一个参加者 每一个香港人 会说服自己 去牺牲我们的时间 去精神 去做社会政治参与的 非常有效的 因为正正是人的思考方式 是这样 非常有效的 但是近几年失灵不了 就是因为 其实 虽然有时候我们都不想 去苛窄一些社运的领袖 除非真的做得很好 但是如果你说社运低潮来说 动员不了人的 有时候 就是因为那些社运领袖 还在批准这个golden circle 但是在一个y角层面 最核心的基本上 已经鼓动不了人再出来 你没有办法再去煽动 推动 但是任何一场的社运运动 你没有办法再去跟人说 我去争取普選 我去争取独立 我去争取民主 我去争取林郑月娥 下台梁振英下台 whatever原因 大家都知道是不了 那些人相信 不单是他们不相信 而事实上真的很潜德 所以最后大家都不出来 因为已经说服不了 whatever 你之后用什么手段 公民抗命也好 你筹钱也好 最后你想达到什么 大家都不想理 就不会知道 正正是跟golden circle很切合的 所以我想说 两方面 首先就是希望这样解释 社运低潮如何存在 就是因为大家的思考模式 都是这样的 而在遇散运动之后 其实大家都有信念 破灭了 大家都知道 实现不了原因 已经没有再一个原因 去推动我们 大家去参加社运 自然形成了社运低潮 并不是所谈的什么 搞生社运 什么什么 我从来都不觉得是 之后就想说回 其实在两方面 在社运领导者的层面 和在参加者的层面 先说参加者的层面 你人性的思考方式就是这样的 你三步去思考的 但是我想说的是 你人有时可能一般的思考是这样的 但是如果你受过训练 或者你了解了自己之后 你可不可以去改变下你自己的 思考方式 思考的程序呢 我相信你要完全改变了 你自己人性的天性 是无可能的 但是在某些情况上 你多想一个角度 你不要再用 Gordon Circle 你一般人性的角度 就是先想一个why 最后就是how 最后就是what 去做些什么 一刻就想到我why 叫你做任何的社运 你都说 why 你推翻林郑月娥 你去追求梁振英 你想到我why 你争取民主 你之后就会不了 因为觉得都没可能的 完全都香港结死 你可以有很长的原因 那你现在不如 如果你转到CIO 方式 你是用what 去想你的parallity 最先的CIO 方式 然后先how 才是why what 你去想你可以做到什么 我也是一个 在一个可以考虑的CIO 角度 你去what 你会想一样东西 你可以做到什么 你去做以往的游行也好 你去做一些 我以前实际上都会说过 网上都可以做社运 你去做任何的一些文宣 继续去做 那你只要你用what 这个层面去做 你最先的parallity 去想的话 我觉得如果你转到这个CIO 方式的话 其实你本身现在那个 散后的抑郁社运低潮 应该可以得以改善 OK Kent可能的意思就是 大家不要想 你去想 why 究竟成不成功 先不要想这些东西 不要想原因 或者不要想 为什么可以出来做 既然都做不到 我为什么要出来做 想想在我份内的时候 可以做到什么 或者用Kent的说法 是先逆转一个所谓 每个人都是这样 不知人 每个人都是这样 一定想原因 先去想做什么 没错 我想 remind大家 正常的 不是说你道德的高低 能力的高低 所以你要这么想 最后就不了 这是正常的 但其实因为人的CIO模式 我们可能是人的天性 那些科学家才要研究 人的天性就是这样 先去想 why 最后才是 how 最后才是 take action 去做什么 但如果可以在社运这个层面 社会政治参与这个层面上 想多一个角度 试一下逆转了你的CIO模式 你真的想 你第一个问题就是 what 你可以做到什么 如果有人叫你去自焚的 你当然自己会评估 不然一些很少的社会政治参与 叫你去 可能在Facebook讲几个东西 跟身边朋友讲几个东西 自己留意一些新闻 看一些网台节目 加开月费 这些我觉得都是一个watch 你先想一个watch 最后才想 how 然后如何透过这些行动 去做到一些成果 可能最后才 你 why 你一定会想的 但你将个 priority 没有认识那么高 你一下我叫你做些什么 你就 why 那没得说的 你最后得出的结果都是 没用的啦 不要做的啦 嘿 喝一口气啦 你拿点时间去打机 更好 更开心 那拼你不了的 这个是第一个原因 为何CAM 和我都是这样说的 我都是这样认为 不是因为这件事 注定不成功 就不去做 用CAM这个第一个想法 就是说 我们先想到去做什么 先试试 转一转个 priority 我还有两个原因 去解释 即使我们知道 是 可能机会里很小 是的 可能会失败的 是的 做的人 始终是被人笑过 被人批评过 但为什么都要做 你这些已经去到 歪的层面 所以我觉得 如果我到时有一个 我现在不想 举我的例子 因为我不是招揽着人 任何一个社运的 政治参与的机会 到时有在 那你一定想 最后想完 就觉得我想追击林郑月娥也好 想做一些民生的政策也好 你最后都会觉得 都加不醒 那就不做了 很正常的思想方式 正常是现在最普通的情况 但如果你想 What 叫你去游行 那你就去 Don't think just do 因为现在不是叫你去 如果你有法律风险的行动 那你当然要三思 否则还有很多可以做到的事 是一定有的 但只是你觉得 没有成效 你不做而已 我只是我自己个人认为 做每一样都要思考原因 Kan的那个不是错 只不过可能还有两个想法 为什么我们要继续做 第一个想法就是 我应该在节目 很早那几集已经说过 大家一定不听我释法西斯的神话 Kamilz有本书尊说这个 要不要再帮我一次解释 简单两句 斯法西斯有被一个神罚了的宙斯 你当作被一个神罚了 他永远推一个石头上山 推到上山之后 就会继续回来 简单来说 斯法西斯整个人生 就只是做一个无意义的行动 就是推石上山 就会继续回来 好了 Kamilz就说 为什么斯法西斯还要推呢 为什么不去自杀呢 Kamilz有一个很出名的问题 只有一个字后的问题 这个世界里面就是问 我们为什么不去自杀呢 那些都是没用的 我害怕 屌糟不能弄 推翻不了林郑 这是大众的思考逻辑底下的结果 我不是先知 但是我估计大众的主流意见是这样的 但是我觉得逆转的主流意见是这样的 逆转的主流意见是想什么 然后才效果 最后才会想什么 当然你一定要想的 你人总会想的 叫你不想就没可能的 但是如果你先想什么 这个主流意见是这样的 这个是其中一个想法 我就是说 如果我真的要想什么 我逆转不了我人性的想法 我怎么想呢 就是卡茂就是说 你要假承 自伐西斯是快乐的 为什么呢 因为人的现实就是这样的 人生有很多很多东西都是没有意义的 在别人的角度没有意义 或者是会失败的 但是这个才是真实的人生 用Satay或者沙特或者凯德格的意思就是 你不面对这个现实的话 你整个人的人生不是authentic 不是真实的 只有我们真正去面对这个现实 有些东西是会失败的 大部分的东西都会失败 敢于挑战的人 永远永远失败的机会 必然是比服从的人不多 是不是代表我们不做 不是 甚至用尼采的 尼采就是说 人或者人目的有什么 是意志 所谓的意志或者power 是什么意思就是 我们尽量要赞放自己的生命力 既然人已经生存在这里 人生苦短 为什么不集中多时间 去学习 不要想那么多原因 想到你可以先做到什么 刚才你就是说 东兵 就是东兵 就是我想用这个图 解采一下 你这个也跟尼采有些相类 这个想法 想用这个《Golden Circle》 解采射雲低潮 原因其实真的很简单 只是我们本身的思考模式 是用这个方法 而在经历雨傘运动 或者黄学景民冲突之后 我们再说服不了自己出来 就并不是因为任何一个政治领袖 主要不是因为这样的因素 也不是因为任何的外在 哪些是鬼 或者哪些人做得不好 或者哪些人量智 量智好一点 量智低一点 都不是这样的因素 其实是因为很正常的 普通人都是这样想的 大部分人是这样想的 但是如果 只要你真的思考那时候 偶尔转一转你的思考模式 那你可能会得出不同的想法 就像尼采那样 你才想你自己做了什么 你要尽量在这么短的人生里面 做多些不同的东西 赚放所谓生命的生命力 我觉得是没问题的 这是第一个原因 我看 原来最后我和Ken 那些素质同贵的原因 都是差不多的 第二个原因是什么 简单一点 不要说那么多之后 刚才我说了很多之后 为什么我们要走也好 为什么要我们认输 为什么我们这帮有良知的人 反而是要放弃 反而是应该什么都不要做 然后被这帮跳梁小丑 满地畜生 可以继续享受他们的生活 为什么我们要放弃 如果你只是说一口气的话 我们也不应该放弃 就像之前 你想说什么 我上了Alan你这个看法 我觉得是一家之言 但我本身想重新 你看赢赢赢赢是一个 正常的打算 大家想 那些特别是做什么 你不要想 我做这件事赢多少 或者我做这件事输多少 当然 你只要 好像我们之前 《黄山上来》那集说 你不要死就可以了 你不要搞到自己 如果你自己 tienes到独 Kennedy 是否承受个冲上ところ 还有别人 你不希望自己过胃完成了 因為你這樣的話就會掉進人性裏面 就是想我做了一件事 你走不了這個人性來的 但你提醒一下 我相信人受過訓練 或者你有些情況你會做多一些 你是不是想不要想會不會成功 就想個原因 原因就不能不想 你不要想我做一點東西出來 用一天半天遊行 然後出幾滴汗喝兩公升水 就不會的 我剛剛說的第二個原因 我不是說會不會成功 我只是說不應該是我們去放棄 為什麼經常都要說 要是香港不能救 香港人是蠢的 不可以我們去救 要是怎樣 要是等死 要是移民 要是我們要去放棄 無論剛剛我同意阿Kent 不是想我做這件事 會不會真的令到香港變好 只是分應該要做 我們應該要去做 是對的就是故事之中 不是先想 既然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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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先去走 這件事很明顯是不對的道理 就是邏輯 身為一個人 一個有志氣的人 為什麼會甘心去放棄你成長的地方 然後再說到大意想言 說到自己 既然香港還是不能救 那不如我移民走 又或者不如都是這樣 我不出來 不出來社運 不出來遊行也好 在網上做什麼 為什麼要這樣想 Alan 你說這些是對的 我正正就是想答應你這個問題 為什麼要這樣想 我不會很少去批評別人去政治取態 你留下來 或者是你繼續活動社運 或者是你不參與社運 或者是你退出社運 這個是志氣的問題 或者是你移民 或者是你放棄 我都很少去留言 很少的 但我正正想用我一點的看法去答應 其實你這樣做不是因為你堅強 或者因為你耐弱 不一定是因為你道德水平高 或者水平低 因為是一個很典型的人性會做的做法 但你要知道它是怎樣而來 而不是因為你怎樣的一個ideology 的影響 不是因為你怎樣愛國情懷的影響 其實只是因為單單你人性的時刻模式就是這樣 你最後就會得出結論你去不做事 但如果你去知道自己思考的盲點 你知道自己思考的程序 如果你可以去轉個角度想多一點 我希望我是對應他們來說 希望你們可以每一次想多一點 想多一個角度 想多幾次之後 可能他們都會做什麼 我會繼續說 簡單一點就是移民 不做事 簡單一點就是 做人要有志氣不簡單 人是要有骨氣 為什麼我們要走 簡單一點就是一個最簡單的問題 明明對的是我 注意的是我 我先來這裡 為什麼要我們走 為什麼要我們去 人有志氣骨氣呢 我覺得可能要用一閘就夠 我覺得在人性的層面 有沒有哲學 未必是 但是我只覺得這個思考模式 真的是人性 你一定會這樣思考 反而人就未必真的有志氣有骨氣 那不是人 不過不要緊 所以希望可以用多個思考模式去做 好 這集時間已經夠了 下一集繼續講講講 其他現在香港的社民議題 拜拜